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10月6号来到花莲 接受立委候选人 掌美会议的想你电台专访 畅谈国家发展方向 以及花莲的建设需求 而接着赖清德颁发 花莲联合竞选总部顾问团的聘书 给资深党员 期盼他们继续支持民进党 让2024能够再度赢得胜选 来不生日快乐 有什么新愿望吗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10月6号来到花莲 接受立委参选人 掌美会的想你电台专访 畅谈国家发展方向 和花莲的建设需求 就是有关于花莲的交通 先来谈 花莲对外的交通 还有境内的交通 都是很积极要需要来争取 来推动来改善的 那您在那天有提到 希望在花莲县境内的公车 就是捷运化的公共运输 就是谈到有关于捷运化 公车捷运化这样的一个运输系统的建设 那我们很希望 总统您可以来说明一下 您的看法跟想法 我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理念 就是台湾应该要均衡发展 那现在花莲的跨县市的交通建设 不是已经完成 就已经动工 可以预期在一定的期限内可以完工 但是呢 花莲县境内的交通 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去关注的 所以我积极的主张在花莲县境内 甚至于跨花莲跟台东 这个生活区域应该要有境内的交通运输系统 不管是公车或者是客运 类似根据地方需求 然后来给予交通运输的安排 就是说有一套固定的捷运化精神的 境内的交通运输系统 再加上比较偏远地区 符合需求所发展的配套的交通运输 那这样的话呢 才有办法解决花莲的问题 接着赖清德颁发 花莲联合竞选总部顾问团聘输给资深党员 期盼他们继续支持民进党 让2024能再度赢得胜选 大南市民现在大家都说自己做的事 我中心的事做 非会的事的民进都说完了 民进都没有任何人 全保隆都没有任何人 任何人 大南市民已经说 生理要大南市民 贤会这样 大家这样人情怕 一边跟一边的福利 这就大南市民的政党 所以民進黨比較在台南有這個情緒 台南不可以這樣 花來不可以這樣 花來不可以 就算是比較困難 我們就用大杯勝利了 我們可以感動花來不夠的冠軍 未來我們在一起 整一張就要拼命 讓張委會共産 好嗎 好 隨後賴清德再前往吉安玄武宮 和辛全協安宮參香祈福 結束了短暫的花蓮行程 姐許立琴 花蓮市報導